好 我們接下來再請教王副院長 就是這一次裴洛西旋風時的訪台 其實也看得出來 美中之間的區域化 半導體已經是逐漸成型了 而且其實不只是產業 包括全球的政經 像也是不是逐漸往二元化 在巴掌 是 因為剛剛提到晶片法案 就是因為28奈米下的話 禁止到美國 到大陸去設廠 所以這告訴你 晶片法案其實是在選邊站 選邊站的結果就是希望說 不考慮成本效益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 台積電要不要去美國投資 因為第一個是它的成本比較高 第二個是它的人才 它的資金會空洞化 但事實上 現在其實成本效益 不是唯一的因素 很重要的就是一個 地緣政治的關係 我們講什麼叫地緣政治 因為以前大家講地緣政治 台灣是第一島鏈 是地理位置很重要 現在還有一個是 戰略物資很重要 我們的晶片是很重要 所以我想說 這個地緣政治的關係 以前的任性供應鏈指的是 全球化到區域化到在地化 甚至綠色化 現在還要考慮到一個叫 去中化紅色跟灰紅色的供應鏈 不過你剛剛提到到美國去設廠 其實這是有可能賠錢的 因為它的成本會多出非常多 是 但是因為考慮很多的因素 第一個是你看美國的 以前日本的經驗 在1980年代會被美國邊緣化 就是沒有跟美國保持好的關係 所以台灣去美國設廠 第一個是 剛剛我們解決我們的五缺問題 第二個是究竟虎可無 更重要的是跟美國政府 跟美國的這些業者保持好的關係 你有好的關係 有好的地緣政治 就不怕被邊緣化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思維 我看一下下一頁 我們看到下一頁 是 我想打到美國去中化 現在看起來就只有半導體 其實已經慢慢的衍生從貿易戰到科技戰 甚至到所謂的金融戰 那這個從俄武戰爭看起來 整個全世界科技 貿易 經濟 整個會慢慢的二元化 第一個 我們講說清算體系 這個你看俄武戰爭的時候 美國 歐美為主的所有體系 就開始慢慢把俄國踢出去 所以俄國 中國只要花數位人民幣 CIPS EFPS的一些數位的一些東西 第二個就是一個所謂的科技的二元化 我們剛剛講紅色跟黑紅色的供應鏈 以前是壓制 現在是整個是去中化 包括5G 半導體28奈米以下 甚至將來到兼幣親顏 像以前的曼卡錫族裔 人才 構聘 制裁券交易 其實都會停止下來 這就是一個兼幣親顏 雙元化的一個問題 第三個 能源 你看像歐美 依賴俄羅斯 所以慢慢的自主轉型 多元化的發展都是一個重要 第四個就是政治 這個美國有所謂的印太聯盟 跟CBTPP 但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 所以這兩邊是互相抗和的 將來就是CBTPP是中國主導的 CBTPP是日本 當然是背後是美國在做主導 第五個就是糧食 糧食因為要自給自主 因為現在看看 你看小麥長這麼多 大麥長這麼多 大豆長這麼多 到全世界的通貨膨脹 所以將來這些糧食的自主 安全的東西都是很重要 最後一個就是供應鏈在地化 特別是我們剛剛講半導體 因為你去虛的時候不要打飛彈 你要晶片 做汽車 你要汽車電子的晶片 甚至你將來無人機 後面也有晶片 所以這個可能要在 甚至生衣產業 比如說你的疫苗 醫療 快篩 口罩 這個真的疫情來的時候 你還是要在地化 所以這裡面告訴你說 慢慢的全世界會走到 所謂的各方面的二元體系 其實就是所謂的兼幣侵業 現在美國感覺到 有些從過去的麥卡錫竹一樣 事實上在切割 所以兼幣侵業就是人才資金技術 完全會做一個二元化的 體系的鍛鍊 王副部院長您剛剛提到二元化 是不是也就是要大家選邊站 看你是加入哪一個體系 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對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時候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講說成本效益 但是到這種地緣政治的時候 成本效益已經沒辦法考量 為什麼 第一個美國是半導體的始祖 它很多的設備 技術 IP 都是來自美國 所以韓國為什麼不敢選中國大陸 因為7奈米其他設備 整個東西還是要靠美國 如果美國斷絕供應的話 你再有更大的市場 剛主持人講說 你在中國市場也是沒用的 將來我們台灣搞不好 還可以換取BTA 雙邊的自由貿易的協定 這都是一個比較好的思維 台積電雖然當我們到美國市場 當然成本高 但是而且還可以 就是我們可以跟美國 是好的關係 可以接近美國市場跟美國的這個什麼 究竟服務客戶 還有就是在地緣政治上面 我們也可以再有一席之地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思維 是 所以如果照這樣說的話 除了台積電 當然在這一次也必須要趕快選邊站 還有南韓 南韓是不是在最終 他現在雖然沒有回覆 但是也是必須要加入晶片四方聯盟 我想恐怕是遲早 因為雖然中國大陸有市場 大陸有市場 但是你科技沒有發援 美國有技術 因為這種DRAM 這種晶圓代工 就是不斷的世代往前走 你要往世代往前走 你才有辦法提升你的競爭力 如果你沒有後面的設備 後面的技術繼續進來的話 你的生產力落後其他國家的話 你事實上你在DRAM 在晶圓代工都會落後 所以你看像我們的聯電 本來也是做得很強 後來他整個技術 我以為後來他現在純粹 接著focus在12奈米以下的成熟製程 所以告訴你後面的製裁權原料 跟所謂的半導體設備 事實上是你源源不絕動力的來源 好 我們謝謝王副院長 另外再請教的是陳教授 我們說在這一次裴洛西訪台 其實大陸方面他們也做出一些製裁 包括食品 天然砂 但這樣的一個影響 是不是相對有限 我們剛剛其實紐約時報就有提到 裴洛西到台灣來 他其實也是要測試一下 大陸他們的一個反應 到底會做出什麼樣的一個 因應的一個方式 不過我們說到 現在如果說在二十大之前 習近平他是不是還是希望 可以先維穩 雙方真的要有衝突 這個機會是不大的 確實如此 習近平這一次可以說 事先就跟美國達成協議 或者共識 就是在裴洛西訪問台灣之前 他們不是有七月二十八號一個峰會 他們事件就約好了 在峰會中不談裴洛西事件 也不談裴洛西的人民 這就避免 矛盾避免衝突 另外再看白宮的這個 白宮國安會的戰略溝通協調官 他就講了三點 他說裴洛西走之後 台海一定會發生三件事 第一個是中共可能試射飛彈 那現在中共可能在東岸 台灣的東岸試射飛彈 第二個是演習軍演常態化 而且是宣傳 還有針對性為主 那麼第三個就是 飛機 軍艦 它會跨越台海中心 從這裡來看 雙方達成了默契 但是美國顯然制止不了 中共在裴洛西走之後的報復 所以說之前他們是 裴洛西能夠安然抵達臺灣 臺灣的中山機場 臺北中山機場 那是因為雙方的默契 但是事後 美國現在有點點 甚至我可以看起來 有點點縱容 這個中共對臺灣的報復和制裁 那這個對我們來講 是相當不利的 因為美國雖然保護了裴洛西 訪台時間不出任何事 那麼但是裴洛西走之後 美國似乎有點放任 這個是對我們來講 是相當危險 所以在裴洛西離開之後 軍演才開始沒有在管臺灣 對 他就沒有在講話 甚至話也不太講 只是說提醒臺灣 除了這個軍演之外 還有外交壓力 經濟壓力 經濟壓力 在佛洛西來臺灣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制裁一百多家食品公司的產品 另外還有制裁龍林產品 包括柑橘 白帶魚 還有天然沙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制裁來講 整個來講還是非常輕微的 還有很多下重手的地方 中共還沒開始用 所以說未來假如 中共要再升高 對臺灣的經濟報復 或者是制裁的話 那還有更多東西 那我們的農委會 大概只能提告到WTO 但是我們自己的 本來就站不住腳 我們本來就是有點違反 WTO的普遍公平的精神 所以說我們很難 你看陳吉仲哪一次提告過 從來沒有提告 都是虛張聲勢而已 那在這個情況下 台積電當然也非常 我認為台積電 他為什麼會承受美國壓力 第一個美國的壓力確實很大 第二個台積電的股東 就是很多美國人 你別看只有劉德英 張宗謀 其實後面的股東很多是美國人 所以說他會去 不過台積電這麼聽話 美國還是把這個晶片法案的 補助的大筆給了英特爾 英特爾也有設計製造的能力 他現在除了 甚至還可以超過台灣 台積電 他可以設計1.8奈米的晶片 當然是高端 中國大陸說是7奈米 其實可能也有能力接近 接近5奈米或者3奈米 那麼這個情況下來看 未來的競爭是很激烈的 台灣雖然那麼聽話 還是得不到美國晶片法案的大筆 那麼更重要的是 cheap ball 那是美日韓台 這四個 韓國一定會被拉進來了 而且他也會遵守美國的要求 但是他為什麼隱居也不建議 普洛西呢 因為普洛西在大陸引起 絃能大波 韓國呢 除了晶片可能是會移到美國去 但是呢 其他還有很多產業 還要在大陸賺錢 所以他不願意得罪這個中國大陸 對 至於呢 至於chip ball上面就是 假如一天哪一天呢 出了問題的話 韓國就 只剩下美日韓 但是韓國也出問題的話呢 那就是指稱美日 是最尖端的科技的掌控著 那麼所以說目前來看呢 美日呢 現在也準備在2025年量產 甚至更早 就量產這個高漲的晶片 那這個情況下 對台積電也不是很有利 但我們比較的被利用完之後呢 你看美國對台積電的壓力很大 要求台積電呢 或者三星呢 都把這個報表交出來 那這個財政報表 那麼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對台積電來講是 將來你的秘密 或者是你的經營方式 都被美國掌握了之後呢 那台積電就可能 地位就不是那麼那麼穩固 那麼美國呢 這個跟中國現在目前來講 是維持一個 越來越朝偷鉤的方向走 那這是很麻煩的 過去呢 經濟是美中關係的壓倉石 現在慢慢將來就不是了 不是一波壓倉石呢 那什麼呢 到哪一天脫鉤 脫得更徹底的時候 或者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 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那就會出現問題 特別是最近呢 中國大陸把美國的 一中政策說是說空洞化 那麼那個 而且呢 批評美國是 切香腸式的推動台獨 那其實中共也在最近 美國打台灣牌 是過去長期的一個政策 而中共呢那個時候就 沒有什麼太大的招架能力 現在他也學到了 自己也打台灣牌 那麼而且呢 美國說是這個 這個 中共說美國是 切香腸式的態度 而中共也在利用機會呢 做切香腸式的 朝統一的方向邁進 那這個來講呢 非常危險 所以美國打台灣牌 但是大陸同樣是 也是打台灣牌 來跟美國談判 對 那麼對台灣來講 可能二十大之前 現在先確保習近平 可以順利的連任嘛 所以現在是維穩 但是最危險的時間點 會在什麼時候 最危險的時間點 在二零二四年 因為為什麼 美國呢 揮手的西方國家 也這樣預測 因為二零二四年台灣的選舉 選舉假如說 米娜仍然執政的話 那就是更危險了 因為中共認為 米娜仍然執政 回不了頭了 假如國民黨執政的話 還可以緩和 那這個是美國的一個關鍵 為什麼說 二零二五到二零二七 最可能打 就是這個原因啊 好我們說到呢 這個美中之間的角力呢 是越來越激烈了 但是其實對於包括美國 包括中國大陸呢 其實他們的經濟呢 也都面臨到許多的隱憂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白金小白 還是投資老手 天天都有消息跟您做分享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 一樣長